中国的很多旅游景点都得靠诗人打广告 特别是中国四大名楼 其实你去看了也没太大的意思 黄鹤楼得感谢李白和崔浩 藤王阁得感谢王伯 岳阳楼得感谢范仲淹 这个贯阙楼当然得感谢王之焕 白日一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童年回忆之一 这个贯阙楼在山西永济 一边可以看到中桥山 一边可以看到奔腾咆哮的黄河 王之焕他就是山西太原人 出身是贵族 太原王室 是当时唐朝的五姓七家之一 而且王之焕和陈森高氏王昌龄 这四个人还是一个组合 F4是四大边塞诗人 当年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王之焕有一次和王昌龄高氏 去齐亭里边喝酒 刚一坐定就来了十几个黎原的灵人 他们就开始唱歌 这时候这三个诗人就准备PK一下 怎么PK呢 可不是到直播间里去刷礼物 怎么办呀 是赌这些灵人唱谁的诗 唱的比较多 谁就获胜 所以这四个灵人就开始唱歌了 第一个姑娘开口就唱 韩语连江夜入吾 平民送客楚山姑 洛阳之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湖 这唱的是王昌龄的 王昌龄很高兴 墙上画了个杠 第二个唱的是高氏的 高氏画了一个杠 第三个又唱的是王昌龄的 王昌龄又画了一个杠 第四个姑娘还没有开口唱呢 这时候王之焕急了 他说这前三个姑娘 这都是胭脂薯粉没有品味 第四个姑娘长得最漂亮 而且最有气质 她一定唱的是我的诗 如果不是我的 我就认输拜你们俩为诗 结果三个人都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紧张 等待着第四个姑娘开口 第四个姑娘开口便唱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刃山 枪笛何须怨阳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 这正是王之焕的梁周诗 当时王之焕哈哈大笑 说你看你们还是不能小看我 结果这些诗人的笑声 就惊动了这些唱歌的灵人 他们就过来问是怎么回事 王昌龄就说 他们就是写诗的人 而且告诉他们关于打赌的故事 结果当时这几个灵人非常的高兴 你想想这什么场景 这好比咱们今天在酒吧 在KTV你在上面唱歌 唱周杰伦的双截棍 哼哼哼哼 结果你突然发现 周杰伦在底下坐着 你想想那种作为粉丝的心情 是多么的激动 所以当时两拨人立刻拼了个桌 一起喝酒来了个一醉方休 这首诗 王之焕的梁州词 一直传送到清代 慈禧老佛爷 都是因为这首诗 成为了王之焕的粉丝 有一次他弄了一个扇面 想让一个写字写得好了大臣 给他写个扇面 当时就要写梁州词 这个大臣非常的紧张 可能是太紧张了 写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生 结果把白云间的间给漏掉了 当时慈禧非常生气 你这以为我没有文化是吗 我没有读过这梁州词是吗 当时这个大臣一想完了 这脑袋估计得搬家了 这怎么办呀 这豆大的汉珠就往下掉了 怎么办呀 他说 灵机一动 说老佛爷 其实这首诗还有一个别的读法 你听 我给你读读 叫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任山 枪敌河须院杨柳春风 不渡玉门关 自己一听 果真是这么回事 这确实不错 不仅没有处罚这个大臣 还重重了给了他奖赏 你从这看 这首诗写的意境确实特别的美 把这个元素一调整 还是能成为一首诗 当然另外一个幸亏当年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不然的话这问题就大了 王之焕的这两首诗 一个是灯冠卷楼 这是五绝之罪 而梁州词是七绝之罪 但是由于后来整理的原因 他的很多诗都散失掉了 总共只保存下来 在全堂诗里边只保存下来六首诗 也非常的遗憾 王之焕去世的时候是55岁 他安葬在了河南洛阳 在20世纪30年代 在民国时期 王之焕的墓志被找到了 这对于在历史上记载非常少的王之焕 对于他的这个资料 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王之焕的这个墓志 通过笔记来看 应该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张旭写的 是一个草书书法家写的楷书 所以无论是从历史价值 文学价值还是书法价值 这块墓志都非常的珍贵 他现在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得音